小伙伴们今年一定看过这部大热的综艺 偶连吧 一百名莫不相识的大男孩 作为练习生聚集到了一起 可以趁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个性 这一百个大男生的颜值都是非常的高 在舞蹈唱歌方面也不容小看 没点实力水感来比赛 而且小编深入了解 后发现这些小哥哥中还含有不少的学霸了 个个都是名副其实呢 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一起看个这些学霸小哥哥们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月月了 她是昆音四子中最年长的大哥 也是队内的队长 RAP实力非常的出众 小伙伴们看着月月在舞台上唱着撩人的RAP 是不是非常的帅气 但是你们能想到吗 这个酷帅的大男孩 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呀 还是理科学霸 月月大学实在独于南航 之后的研究生也是在非常有名的英国格拉斯大学 大家知道吗 这所学校可是在全世界的百强大学 中都网上有名的呢 知道了月月的学历竟然那么高 完完全全是个高学历的学霸呀 小伙伴们有没有大吃一惊呢 谁能想到她言时又高学历又那么棒 再要说的介绍就受我们被称呼为仙子的小可爱朱正廷了 朱正廷自出现在众人面前就受到了大批粉丝的喜爱 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能给人一种仙气十足的感觉 在偶连中 朱正廷也是一直都担任着队内主舞的位置 朱正廷从小就学习了中国舞 之后更是掌握了更多种类的舞蹈 也是以专业第一的优秀成绩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 不仅颜值高超就连实力都那么棒 做学霸都那么优秀 不仅智商高 实力又棒 没得夸他 也有有小伙伴发现 朱正廷完全就是个本中的学霸将职输 不论是在台上的朱正廷 还是台下的朱正廷 说话都是一样的温柔 对待弟弟们也是细心到不行 简直就是真人版的将职术雅 还有就是郑瑞斌 小斌看他就是一种好学生的感觉 仔细去了解后 发现真的是一名学霸呢 曾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中系 就是中央戏剧学院 是不是非常优秀呢 大伙喜欢这几位学霸小哥哥吗